霍建华近几年大多在中国发展 资料照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传出新自下令 要求全面彻查中国娱乐圈的逃漏税 本月一日期展开全面查找并征收 日后均得按42%综合税率缴税 目前传出已有逾70部电影 电视面临停拍 台湾被查税大咖艺人名单也在稍早出炉 外转次政策实施后 片商和电影工作人员叫苦连天 据星光云报道 首播调查将针对片酬于4500万台币一人 台湾被点名查税的大咖艺人 目前已知有霍建华、彭于燕、阮晶天、赵又廷等男星 皆名列其中,彭于燕在中国人气扶摇直上 翻设微博 据了解,由于在中国拍戏的台湾明星 都会将酬劳无鬼搬运会回台湾 但这都不合法规 以往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未来都是违法 也会成为中国官方彻查重点